多选题原本完全正确率就比较低 但这一题实在有够低的 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它里面融合一些观念 同学们没有非常的熟练 那这一题的重点是要考永生流地区 跟没有永生流的海域比 主要特性包括哪些是一个多选题 那第一个概念是有永生流的区域 它是来自深处的海水 它会造成表面海水水温降低 而它也带来比较深处营养颜比较高的海水 营养颜高的话它就有利于浮游植物生长 所以浮游生物会变多 而当然渔获也会增加 通常是良好的渔场 这是一般我们会记得几个重点 然后这里面有提到几个重点 几个重点是跟海水性质有关的 比如说溶氧量的变化 这当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表层氧气的溶氧量比较高 因为光合作用比较旺盛 所以通常会消耗掉比较多的营养盐与二氧化碳 而产生比较多的氧气 那永生流是来注意深处 溶氧量并没有比较高 所以这个是错的 海面温度下降 这是合理的 然后我们这一个来推理到第二个 就会变成说海面温度低 它有利于空气降温达到饱和形成雾 所以这个也是合理的 就好像在冰山附近容易起雾 因为只要在低温的情况下 空气就容易降温的达到饱和 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 再来一个是 深处的海水通常密度比较高 所以永生流出的密度并不会比较低 反而常常因为水温降低 密度理论上应该变得比较高 但这个没有明确的结论 至少是不会变低的 好 那如果用消去法 其实也可以找到A是正确的 A是气象的考题 因为我们知道海风与陆风 是因为海陆温差所造成 白天吹海风 是因为白天的时候 海洋跟陆地 海洋跟陆地的温差所造成 温差所造成 所以这个的推理是因为 永生流区的水温比较低 所以海洋与陆地的温差会更明显 以白天来讲 因为白天陆地增温很明显 那一般海水温度温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会比陆地来的低温 那现在又有永生流 这个位置就会更低温 所以它的温差更明显 气压差 就会越大 所以气压梯度 会因为温差而变大 那这气压梯度大的话 风就比较强 好所以这个选项 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档子里面有一些 需要进行推理 甚至融合了气象的知识在里面 所以难度整个就提高了 那即使部分答对 这个比例也都相当的低 好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同学 所有地科的基本知识 该记得该理解的 都把它独守 因为常常 尤其像海洋跟大气 交互作用很多 常常就会变成一个稻考题里面 融合各项的 气象或海洋 海洋知识在里面 那如果没有独守 漏掉一两个观念 遇到这种多选题 就可能会形成 答题的障碍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